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Guru的影片下方的生日訓練第210期的節目 那今天就來跟各位分享一款Transform Robot in Disguise 裡有這款World class W級的 Thunder Hoof 就是台灣這本是翻譯叫做雷體喔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款玩具的一個外包裝盒 那這個玩具先講一下 這個玩具是 嗯 就是之前有講過 4月5號那天有 呃 跟 我的好朋友們一起去 很多人啦 十...七還八個人吧 就是七八個人一起去 呃 南訪 那種時代 那 就一起去逛嘛 然後就 呃 去那邊的時候就 剛好就是去一趟翻譯成這樣子 那就 那時候 這款玩具 那時候沒有購入喔 沒有購入 是 那時候是買了幾個 呃 一張Deluxe 的玩具 想說就把它湊齊這樣子 那 那 就是那時候我看到這個Thunder Hoof 就兩個 就兩個 非常少 全部 整間翻譯成就兩隻喔 這個玩具其實還蠻 嗯 難看到的吧 在實際商店上 比較難可以去看到這樣 網拍上其實 之前也很難買到 完全就是沒辦法買到 騷光光 那現在的話是 呃 網拍上的話 目前可以買到那個 美版的這個Thunder Hoof 545 呃 649塊吧 嗯 好 那就是 原價啦 那只有一個賣家 而且只剩一隻這樣子 那 那天就看到這個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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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嗯 之前去百貨公司找了那麼多次 沒想到 百貨公司都沒有 就南訪有 可是都沒有去南訪看 OK 那結果當初就 因為找不到 那美版也買不到 所以就 買了一個日版 預購 很早以前就預購 TAV38 一樣是Thunder Hoof 那那款日版的 塗裝當然就會比較精美 相對比較精美啦 還原度上 雖然說本身玩具 的一個還原度 應該是 人形態沒有說 非常之還原價 可是就是配色上 可能會比較還原一點 OK 那也當然比較貴 比較貴 對 那當初那個賣家 是賣620塊新台幣 含運是800塊 呃不不 700塊 我還說什麼 是運費80塊 所以 含運費700塊 那 可是 如果不含運運費 他賣620 等於是比美版的一個 原價來的 更 低哦 所以 就是 就是 蠻奇怪的吧 那 哎 沒想到啦 就是那天南訪 一回到家 居然接到一個通知 就是那個賣家跟我講說 他那邊斷貨 所以 就是 等於我們百月預購了 等了那麼久都沒來 他說三月預購 所以是三月到貨 可是 就是一直都沒來就對了 那就是他那邊 好像就沒辦法拿到貨 怎麼樣 就 所以就 沒辦法了哦 那 後來的話就去網拍商找一下 那有一個 好像也有一個賣家賣799 不含運 所以 含運就800多了 那他的話 那個賣家是現貨 可是因為含運800多 我覺得太貴了 所以就 考慮一下 就決定不買了 然後呢 就 一階段訊息 考慮一下 馬上殺 再殺回去南房 就才剛到家很累 又殺去南房 然後把這隻家伙 抱回來哦 所以等於是說 當初我看到這個家伙 那時候就來考慮說 要不要先 買進來這樣子 就是 因為當初已經覺得不太尋常 因為 三月到貨 我看有些賣家都已經到了 而且還有一個賣家早早就到貨 然後全部都被搶光光了 所以 就是比較在懷疑說 他怎麼貨還沒到這樣子 本來只是想說他那邊進貨比較慢 結果是 斷貨 好 所以呢就 就是這樣子吧 就算是跟這個Thunderhoof有緣分吧 就是 居然說 日版沒有拿到 那還可以買到美版哦 而且這個美版還比較便宜 它是 南房特價 就Toyspress特價545塊一個 對 剛剛一開始在講那個 網牌上那個價錢的時候講錯了 對 這個傢伙在翻到我城是545 那網牌上的話都是649 OK 好我們先看看這個外包裝盒 那外包裝的話 就是一樣 ID一貫的一個風格吧 就是 很簡約吧 那這邊的話就有這個角色 還有一個 動畫裡頭的一個插圖吧 這個就是雷提他的一個 插圖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transforms 一個這樣ID的一個Logo 然後有他車型態的一個官圖 這裡有寫Thunderhoof Deceticon的一個Logo 然後適合639 把他把玩這個History標誌 Thunderhoof 然後一樣的一個插圖哦 有點反光 不好意思 好 然後下面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Torstras 接上後給你貼了一個 MARK 不是MARK 膠帶 然後下面的話三個廣告 這個的話是QRILL FIRE 就是 就是之前分享過這個 蠻推薦各位可以收這款的 那這個QRILL FIRE的話 網牌上目前都 目前好像買不到吧 然後 去凡守城看一隻都沒有 OK實在是太可怕了 那 這個QRILL FIRE其實算是還原度比較高的 ID現在目前出到現代 還原度算是 最高的嗎 那再來這個是暴雪的 Orbots Draft 上面這麼一大堆英文 反正就是一個異色版的一個 甩尾這樣子吧 動畫圖好像有這個 藍色 好像他們是為了 為了 為了 隱蔽嗎 還是怎麼樣 好像就有幾個角色有 變色這樣子吧 然後再來就是Megatronus 上一期間各位分享到 這次連續分享兩個 Robot in the skies的玩具 雖然說 對這個系列不太有興趣 動畫啦 什麼的就是 跳著跳著看 就比如說有買的 角色稍微看一下 動畫表現而已 那就是 雖然說 不太有興趣 可是還是 還是會買啦 那 就是這個樣子吧 好 這款玩具的話 其實我真的還蠻推薦的 這個 應該是最後在講話 好 這個Thunderhoof 是目前來講 我認為比較 值得去入手的一個WG的玩具 OK 其實最近 比較 最近推出的幾個 新的ID的模具 其實都不錯 對 真的都不錯 蠻推薦給我可以去買的 其實這個ID系列 如果各位沒有看過動畫 就是單純只是想 就是 因為 畢竟官方有出一個系列 如果你是官方迷的話 就是 有出的系列 想要買個幾支 來做一個紀念 就是說 曾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系列出來 那 可能就挑幾個喜歡的吧 那就是 現在 比較新的IDWG的模具的話 比較推薦給各位 就可以去買 就是說 如果你都沒看過動畫 或者是只有看一點點跟我一樣 那就是 可以挑這幾款吧 比較新的模具 都真的不錯 Thunderhoof 然後他人心跟撐下來了 官圖 如果需要8個部份 完成這個的話 就是一個說明書的部分已經在後面了 那他是可以 掃描這個 呃 貼紙 然後進去遊戲裡面使用這個角色 可是這個角色的話 我在遊戲裡面已經擁有了 所以就不必了喔 就是買 買到的時間已經太晚了 好 這邊的話有一個警告一提 就讓一個貼紙 Hasperio在這邊 好 喔對 這邊的話 就是他 禁止就是說 0到3歲 小朋友不能玩喔 或許是有些小人間吧 可是這款玩具 小朋友會吞這個槍嗎 會不會太扯了一點 他會覺得是吃的嗎 應該也不至於吧 好啦 那就是 這個樣子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玩具的一個本體 把玩具給拿進來 真的是一款 我覺得蠻帥的 真的覺得蠻帥的 還原度 還原度來講看一下動畫 還有看了一下這個 外包裝盒來講的話 整個還原度的話 是有一點落差 我覺得 是真的有一點落差 不是我覺得 就是真的有落差了 那 可是本身這個造型 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也還蠻帥的 真的蠻喜歡的 OK 那我們來看看他一個身高 然後身高的話就是 唉唷 找一下我的蠻在哪裡 因為有時候 齒飯我們都會被玩具壓住 OK 這裡 拿反了 OK 好 身高的話是 我們給他算到 這個路角的部分好了 大概是 15.7到8左右吧 OK好 那就是 這樣子的高度吧 然後我們把他跟現在關放 DELUX 完全沒有錯 DELUX 完全放在一起的話 大概是這樣 身高的話 到頭來講 這個會比較高 一點點 可是如果 這個到路角 這個到這個炮的話 這個會比較高 OK 誰家是W級 你要反省啊你 OK對不對 好 那就是 就是這樣吧 反正縮水都縮得很嚴重了 可是這個定價也是 跟這個 DELUX是一樣的 可是這次特價之後 W級是賣545 那DELUX好像是賣595吧 還是多少錢 有點忘記了 好 那就是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他進開 他一個頭雕的部分 好了 好像放 放得有點太大了 OK 好 頭雕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說 這個頭啦 有一點 不太還原 可能有 有 跟動畫裡頭有點差異吧 這個是他動畫裡頭的一個圖片 在這邊 那 他的眼睛比較大 比較大顆對 這邊的話他是很小顆的眼睛 特別特別的一個小顆 做的很小顆 然後眉毛的話 在這個上面 玩具本體上是銀色的而已喔 那在這個 動畫裡頭 應該是一個黑色的眉毛 那日版 TAB38的話 因為沒有實體 所以就是說 不知道說 日版會不會有一個 改進喔 但眼睛小是 一樣 會都一樣小啦 只是說這個就是 眉毛不知道會不會有圖 黑漆版 好 雖然說已經有 有日本的那個 被難民上傳者 有上傳 TAB38 39都有傳 39就是這個 這個 QRFIRE他的那個 日版 QRFIRE日版的話 也不錯 真的也不錯 而且他有那個羽毛 不知道是羽毛還什麼的一個標誌吧 很懷念動畫 可是就是說他的一個 痾 日版那個TAB39 他的一個 眉毛跟 下耳 好像是 本來銀色應該變得有點 銅 銅還金吧 因為沒有 然後實體 可能有點色差這樣 就是 因為斷海銅應該是銀色 如果我不是色盲的話 那就稍微看 就稍微瀏覽一下 也沒有特別看 因為日文也聽不太懂 所以 沒有特別仔細去看 那 反正就這樣吧 那就稍微看一下 TAB38的一個 感覺 真的 加上塗裝 那個模具本身已經不錯了 加上那個漂亮的塗裝 就真的很讚啦 好 頭部的話 他是一個可以轉動360 那 不是一個球型關節 不是一個球型關節 OK 然後呢 這邊的話 頭啦 頭的話其實還蠻寬的 各位看一下 頭還蠻寬 對 頭還蠻寬 那這邊上面那個路角 很喜歡 特別有殺氣喔 那你可以讓他這樣抬起來 可是抬起來的話就是 後腦袋這邊會空掉 破洞 OK 可能會變得有點笨吧 智商 智商 智商減半 那上面這邊的話 有一個藍色的地方 這一塊 區域是 令我有點 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 這個 沒有看動畫 然後他路上都沒有特別 拍到 所以就是說 不知道這塊 用意在哪 或許就是真的 懶得塗裝黑色吧 我是覺得說 本來用黑色膠其實也行 為什麼 硬示給他有一個藍色 有點突兀吧 我覺得 然後 這邊的話 一塊有一個 倒三角形 這個刻畫 這是有還原到 插圖上 就是動畫 可是他這個 不是倒三角 這個的話 玩具實體是倒三角形 欸 好像也不完全是倒三角形 不是倒三角形 因為我看螢幕 看起來就像倒三角形 不是倒三角形 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OK 好 就是就是這樣 頭屋就是這樣 這個耙子 嗯 是耙子吧 對 反正就是這個路角的部分 日版上面的話是一個 藍色塗裝 就是還原到洞海頭 那美版的話就是黑色 比較神一點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就是說 這個 輪框 有沒有看到 擋泥版 應該是這樣擋泥版 在這個洞海頭是灰色 那那個TB38就是鐵灰色 很漂亮 很喜歡 然後 喔對 還有一個地方 一直把這個盒子拿出來 剛才就放在這邊算了 就是他這個地方有一個 你們看到他這個藍色所分層 這個是有點比較深的藍色 感覺比較暗的藍色 然後這個地方是比較亮一點的藍色 那在這個美版身上就是沒有整片一片藍色了 那日版的話就是分色的話 一般的藍色 然後上面這一塊 這個比較暗的這種藍色 他就是用一個金屬藍來處理 比較好看吧 金屬配色就是 不是金屬配色 就是比較多那種金屬的感覺吧 日版的TAB38 這個Thunderhoof的話 有金屬藍 又有鐵灰色 那個鐵灰色上面也是亮亮的那種感覺吧 好再來的話 我們看他手部的一個可動 手部的可動 他這邊是有挖一個洞 這裡 球形關節 可是他這塊很容易有白痕 我兩隻手都已經出現白痕了 那這邊可能不太明顯 這邊比較明顯 看一下 白痕啦 有點可怕 這個應該是必定會出現啦 這個 轉動的時候 比較容易出現 他這個手啦 手的一個可動 這邊是球形關節嘛 那 這裡是有一束關節 可以動 這邊是球形關節 可是我覺得他前臂太長 上臂太短了 導致說他的一個手摺起來有點滑稽吧 這個太畸形了 對 後面這邊就凸一片 這真的 手部的一個設計來講 我覺得不太好 不太 好吧 就是不太OK 那可是就是正常擺 擺POSE來講 不要做到一個手 摺起來的動作其實就 很OK啦 這個很OK 對 很喜歡這樣 雖然說還原度還是有待加強 那邊輪胎的話是 就是個輪胎 OK 然後呢 手部 這邊 OK 剛剛講過這邊的可動 這邊的話有一個可以玩間 還是變形所需 手部是一個洞型的 那洞就可以握武器嘛 尺寸符合的武器 可以握進去的 那他附帶了一個武器 是這樣子的一個 有霧面處理的一個武器 很喜歡這個黑色 雖然說他是塑膠成色 可是這種霧霧的感覺 就特別有質感嘛 我覺得 那這個武器的話是蠻 他應該是一把槍 上面這個有點像 刀片 還是爬子之類的東西吧 那動物海頭有沒有出現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他的槍很薄 非常薄一片 是蠻詭異的吧 真的蠻薄一片 感覺就很脆弱的那種槍 好啦 如果他做寬一點 我會很喜歡 真的 那你也可以讓他考慮 就是讓他倒臥 倒臥也行 就感覺好像下面有一個 鐮刀撞的東西 這樣 也蠻帥的 可是很官圖上 他是給他 正確握法啦 官方正確握法 是握成正握 只是說上面塗起來 就是比較奇怪 因為動畫一頭 如果有出現 我還真 真想知道 這上面是怎麼用的 對不對 那 細節刻畫的話呢 這把槍做的還算 挺精美的 蠻喜歡的 對這個槍 就是太薄了 這個做得太薄了 莫名其妙 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貼紙的話 還好沒有貼歪啦 還好沒有貼歪 有一點點歪啦 還可以吧 這邊的話有金屬 不是金屬藍 這個是 太渴望那個日版了 對 真的當初很期待那個日版 TB38 然後他給我斷 或是怎樣 很希望他這邊是金屬藍啦 因為真的會 層次感來講 會比較好看 它一個 配色比較 多 多一點那個 顏色 那 這個美版的話 就會比較單調一些這樣 這個是淺藍色塗裝 有點藍綠色的感覺吧 這邊的話是灰色塗裝 那 就是 塗的 就是 官方的 現在的一個水準 好 腰部轉動是可以的 可是他轉動是 這裡 他是有 凸體 所以你在轉動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這樣轉 你如果要轉 就是這邊腰這塊 腹部這塊 你腰力真好 呵呵 就是這樣轉 要把他往後退才能轉 就是 這兩片 腰部旁邊會卡到 那我是習慣把他推到底吧 反正平常也不知道會轉他的腰 如果推到底就是稍微微調而已 不能 幅度不能太大 OK 腳部羅拉球印關節 這邊的話是可以 前踢後踢側踢都沒有問題 那這邊是有關節 可以讓他敲到兩腿 膝蓋彎曲可以超過90度 後面震動 他整個數是空門不能數的頭腳 因為他這塊腳要 嘿 這樣收進去 這是變形所需的 那這個腳這邊這塊關節 雖然說是變形所需 可是有 他沒有接地關節 可是他有這樣前後的一個關節 可以就是有一些pose 特殊pose可以讓他做出來 譬如說像這樣 這樣子 就是 一般變形要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只是他可以 像這個 用膝蓋去 踢人家這種姿勢 他就可以做出來 就是算是他一個優點吧 後面的話呢 就是很可怕 這個真的蠻可悲的 這個 就感覺像是黑色骨架 上面套幾個殼這樣 OK 真的蠻可憐的 我覺得 後面這整個大空啊 太可怕了 正面的話 還算可以吧 還算有殺氣 好現在是讓他一個變形過程 對 講一下 他的一個尺寸 跟同系列的W級的玩具 非常不符合的 這個的話是上一集分享的 Megatronus 大概這個是很久以前分享的 也沒有多久以前 就是這個Fracture 那 這個身高是很 很不符合啦 如果看一下動畫 Thunderhoof 是很高 高個子的一個傢伙 那就是沒有那種 動畫 高個子的殺氣 霸氣的那種感覺 沒有啦 就在這邊 就不能跟同系列 因為 W級的玩具 反而一起 就會感覺上 這個雷梯 怎麼說 怎麼變得哀哀胖胖的 好 對 順便拿這兩隻是說 就是 這個系列比較推薦的幾款玩具 目前來講 就是 Fracture Megatronus Thunderhoof Quilfire 念錯了 居然念錯了 不要臉 好 再罵自己 現在順便要一個變形過程 那首先先把這個手呢 給收起來 再來我們做一個動作 是把它的一個 腰的部分 轉移到85 當然要先把這個地方 這塊關節 但有這塊關節呢 形態下就是可以讓它 有點稍微 往上 看的那種感覺吧 那先這樣 一下才能轉腰 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塊 腳板收上來 之後這邊兩邊 做一個密合的動作 OK 開一聲沒有問題啦 那再來的話 我們是要把這邊有一個卡扣點 這邊 喔不對 兩邊手這邊鬆開 這個人形態一定要卡 不然它會很鬆 然後 這邊要挑開始 有一點點 可怕 因為它中間那個 雙洞關節的 中間那塊塑膠板 這邊有沒有看到 我怕 它會斷掉 因為感覺沒有說 非常非常堅硬 這樣子 OK 這邊這樣進來 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困難點 這邊就是這樣 上來卡住 頭部轉180度之後下來 這邊 就是把腦部 剖開 然後後腦刀剖開 再來這邊它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 錨釘這邊 它是有一個連動的 兩邊是 應該是裡面有齒輪 剛好扣在一起吧 就可以這樣 反正你就是 這塊板是這樣 那硬態要縮起來 那這個 側硬態就是這樣 翻開 這邊的話就整個 拼進來 拼圖 試變法 好 這邊一樣的方式 讓它給 從這個地方下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兩隻手這個結合 但你也可以先上來再結合 這就是 看你個人的一個 怎樣比較順手吧 唉唷 我的天啊 這個地方 要我密合好 密合好 密合好 在 在 在幹嘛 沒事 突然忘記我剛好講什麼 算了 那就是 先密合一下 這個玩具我手上這款比較容易 就是有一些 接方位容易爆開這樣 所以 有沒有看到 就是有些地方會比較 拿密合好吧 就 全方位的給它這樣捏一捏 ok 好再來的話 這個武器喔 有一個收納地方 這個算是有加分到 我很喜歡 就是武器 不要外掛 不要外掛 我非常 討厭外掛 算說有些外掛也是 ok的 可是就是說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外掛這樣 能不外掛就不外掛吧 除非它本身是一台武裝車腦的 沒一點 那 這個玩具的話 就是我很喜歡它是 變成這樣 它的武器 側硬態下可以收納在裡面 不管你收到哪裡都好 好 它這邊的話 有沒有看到兩隻腳做一個結合的時候 裡面有個深深的那個洞 這邊的話就是 凸進去 然後 嘟一嘟看洞在哪裡 然後 再把它給壓下去 這樣一來的話 就會完美的 不是完美啦 就是 可以這樣 隱藏起來 沒有說非常完美 下面還是會露出來 不過還ok吧 反正你翻到徹底這樣看 就是這個樣子 那 這看起來很凸出來 可是 其實因為它後輪很大 所以 完全不會影響它一個 輪胎的滾動性 雖然說它本來的輪胎滾動性 是就是 我手上這款沒有說特別特別一個 好吧 或許是這個桌子的原因吧 或許是我手上這款的 Thunderhoof的一個個案吧 都 不太確定這樣子吧 好 那我們先看它這個 車型態下的一個 車長 車長大概是 10 沒有 9點 10點 多了吧 10.2左右 很小一台 小的可憐 真的很可憐 我們來看看 跟現在官方DELUX的玩具玩一起 就是這樣 算是它本來是第一個等級吧 可是也沒有低到哪裡去吧 它單價 就算特價還是沒有差到哪裡去嘛 對不對 差個50塊 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就是 很小台這個車應該太驚醒了 跟同系列WG放在一起 也比較小台 這個 太不像話了 人家是一台 這個叫什麼 越野車還像什麼車吧 反正 這個應該很大的台 可是它就做成這樣 雖然說造型上還OK 可是就是做成這樣很 很令人家覺得無言吧 我覺得 然後 對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前面那個爬子 因為這個地方是它的頭 所以 有時候會稍微往側邊這樣 歪 感覺是它撞車 翻車之後就變成這樣 嗯 好 那 這個地方你可以讓它網內說 這個看你個人話 網內說其實我也覺得不錯看 還是照官方的一個正確的變法吧 那 爬子來講的話 我有看一下動畫 它側形態應該爬子是蠻大的 很寬一個 可是動畫的話應該是可以就是 可以縮小放大縮小放大 就是動畫能做成這樣 可是玩具本身不能做成 縮小放大縮小放大 現在沒有那麼高科技好嗎 所以就是說 動畫一頭人形態的路角沒那麼大 可是側形態的那個爬子就很大一個 然後在這個玩具上就沒有辦法做到鳥了 在這個Desertcom標示的話呢 就是人形態這樣嘛 所以就會反過來 這邊引擎蓋的一個造型 就等於是它這個胸膛的一個部分 完全沒有做一個 嗯 一些 部件的一個 變化位置 完全沒有啦 現在官方也不肯做成這樣了吧 OK 太太耗時間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是有這個 車燈吧 應該是車頭燈 紅色塗裝 可是並沒有說 塗得非常精美喔 那本身它這種黑色是 就是有一點點霧面 處理的感覺吧 還OK吧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上面是有這個 灰色啦 還是黑色 灰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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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塗裝 然後 這邊的話是一個 淺藍綠色的一個車窗 可是 差在這邊就 這個地方是黑色 而且它還有一點益漆 這個實在是 就是現在官方的水準 好啦 這個看一下 對焦一下 它這還有益漆 這邊是不該塗的 欸 這邊是不該塗的 看鏡頭手指的一個位置 可能會 不太習慣這樣 那 可是它這邊是黑色 它有益漆了 益漆就算了 可是它這邊是黑色 前面這邊是淺藍色 就太奇怪了 明天是同一台車嘛 對不對 要不然就全部都黑色 要不然就全部都淺藍色嘛 趕快做成這樣呢 這個地方它這裡有沒有看到 一個車窗給柯華 對 有做出來 可是因為它是 不同塊部件組合在一起 所以它黑色跟藍色區分的 非常明顯 太厲害了 其實分成這樣 就這樣 就 推出了 這個實在是 太麻糊了 這個 起碼給它一個塗裝什麼也OK 可是這個就 這個 太太太不舒服了 對不對 這個 車窗 由黑漸層到 也沒有漸層啊 對不對 就黑色然後就突然就 切開然後變成藍色 太太誇張了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沒有塗了 這個就算了吧 日欄的話 就應該 或許會有塗吧 我猜啦 這邊的話一樣是 我車窗給柯華 再來這個 煙蟲還好有塗啦 不然藍色實在是 太 太怪了 藍色的塗兩根 OK 好啦 那就是黑色的話會比較像一點 比較像煙蟲吧 再來這個 輪胎的話呢 這邊的話 前輪跟後輪的柯華是不一樣 但後輪比較大 前輪比較小 這個我知道 廢話大家知道 好那 它這個地方的話 前輪的柯華比較豐富一點 各位看一下 這個 輪框的柯華 比較豐富一些 後面的話呢 後輪就是 圓圈圓圈 再來還是圓圈 就是 就是這樣 比較單調一點 可是就是 動畫片系列的玩具 就 就 就 讓它過去吧 好 然後它這個 前面這個牌子我不太清楚 就是說它這個 地方 就是 該不該空正常的車 我不太會看到這種車吧 這種 農作 農作用的 跟田車 還是梨田車吧 應該都可以吧 反正就是中間這邊會不會 有這種趴子 我不知道 一說它這邊真的就這樣空起來 還是說應該要用趴子填滿 其實我並不太清楚 好 那這種輪胎也有一個 給我一個不好的回憶 就是 只有我啦 因為 很小的時候 我表哥就是 跟表哥、表姊們 他們出去玩 我表哥以後都坐在台北啦 我媽是台北人 那就是 我媽媽那邊的親戚 全部都在台北 那邊 台北新竹那邊 那 就是 很小的時候有一次跟他們出去玩 好像忘了是去哪裡的田裡吧 結果我表哥就是 疊下去 對疊下去 然後結果撞到一台前影機 那時候前影機的輪胎 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 結果它就 口到 頭就流血 然後就去縫 這個 小時候看到血就很害怕這樣 就是 有一個不好的一個 不好的一個影響吧 對這種輪胎的一個感覺 不過撇開這種 就是回憶來講的話 這個輪胎蠻粗 我很喜歡這種 FU 這種風 不是FU啦 這種風格 個人還蠻喜歡的 粗獷那種感覺 很 就是 反正很喜歡 就對了這種輪框 這種輪胎啦 輪胎輪框 反正就是 簡單的一個造型 這種刻畫 很喜歡這種 輪胎的一個刻畫 然後 錄起來的一個聲音 超讚的 對好 那大概就這樣了 今天節目的追蹤關鍵 節目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